大家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9号,我们来更新兰花 之前有朋友问天气凉了,兰花放在家里大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光照环境里头 今天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放在什么样的地方 我这个小桌子是两层的,这些是摆在面上的花 这些是在底下的 底下的明显光照不如上面的,所以我经常把它们换一下位置 非常靠近窗户,也有朋友问离窗户一米行不行 这个很难讲要看你的窗户有多大光照多少 也有人问我放在桌子上看起来很亮行不行 看起来很亮可能是不太行的 也有朋友问我的房间朝北下午三点以后有阳光行不行 我觉得三点以后因为在冬天可能四点多基本上就没什么光线了 那光照肯定是不够的 当然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我们只要尽可能的给蝴蝶兰多一些光照就好 如果光照不够,需要一盏灯来辅助一下 我有一个朋友非常有心的,他家蝴蝶兰种的太多,窗户前面空间不够 所以他就把蝴蝶兰放在屋子中间 但是他放了一盏灯,每天上班之前打开下班来把它关掉 他的蝴蝶兰长得非常的好,护花也很好 现在来看看我的蝴蝶兰花芽的生长情况 大家知道我的一些蝴蝶兰从去年11月开花开到今年的七八月 所以这些花已经很累了,它们还在休息,还没有开始发出新的花进来 但是其他的就已经开始发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啊,你看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我们给它留了四节 但是它呢,从第三节上发出一个花芽来 所以生命是很神奇的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 这个我们留了五节,它在第五节长出花进来了 你看这一颗,它的气根生长得非常旺盛 所以说根和根系的健康很重要,当然叶子的健康也很重要 但是我个人觉得根是最重要的,有了非常强壮的根,它的叶子和花都会长得好 来看一下这一颗,它是从根部发出一个新的花茎,非常的健壮 好像我们之前说的,从根部发出来的花芽一般都会比较健壮 长在老枝上的会长得比较多,但是相对弱 你看它这个根茎也是非常好 还是那句话,养花一定要先养根 这颗兰花的花茎也长出来了,它的根系也很发达 这颗很有意思啊,从根部长出来一只新的花茎 可是其实我们给它留了一根老枝 但是它不高兴没有从老枝上发出来 还是那句话生命很神奇 这颗兰花你看长了很多新的根 从受伤的叶子我们知道这是我们清理过虫害的那一颗兰花 它现在从第四节上又发出了新的花茎 我非常的高兴啊,好开心 爱花的朋友肯定理解我那种心情 看看这颗的新花茎 从根部长出来的,很健壮 这里还有一颗,这个刚刚冒出来 我打算施一点肥来帮助它 总的数了一下,一共15颗兰花,有7颗发了新的花茎 很快的我们就要有兰花看了 我会经常上来更新兰花的状态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点击右下角的院子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